隆龄新年是逢龙年 台湾国军有许多用龙命名的部队还有操演 更曾经出现过总长两百公尺 需要十几个人共同操作的五条巨龙 会在节庆典礼上演出 如今时代的改变 这五条龙已经很难再看见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历史上的这五条国军巨龙 新年到龙年到 龙在传统文化中象征强大和吉祥的力量 国军也不乏用龙来命名的部队和操演 陆军有神龙小组 海龙挖兵 海军有海龙潜舰 空军也有飞观的天龙操演 除了名字带龙字 国军也曾经真的有五条巨龙 在节庆典礼出现过 在五零年代的时候 开始就是强调这军民同欢 所以导入了五龙五师 以及汉船等等的这个表演活动 在民族节庆 或者是说青年节 还有就是春节的时候 会由这些官兵弟兄 来跟民族共同欢庆 首先最著名的中华巨龙 隶属于联勤四四兵工厂 总长两百公尺 需要四十五个人 一起来合力操作 才能完成演出 第二条是步兵两栋三缕的官田龙 九十公尺的身长配上龙头龙声龙尾共三十四节 全部六十个人演出时 身世浩大非常壮观 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战车大队 拥有金龙青龙两条巨龙一同表演 最后在民国九十二年功臣升退 第五条的万金龙是几步三三三缕的骄傲 全长六十公尺的他 在民国七十五年万金营区落成时 就驻守在屏东 国军的五条巨龙在时间的洪流中 因为部队编制改变与人力经检下 已经不复建 不过二零二四年 击步三三三缕即将迎来百年对庆 令人期待的万金龙 或许有机会在盛大的对庆活动中 重出江湖 记者李洛同蓝静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